郭博士有进一步的内容可以帮我们做说明吗 黄正卫的说法 马文军国会办公室反驳 指马文军有录音档传给国防部 韩国驻台代表处法务部调查局 但是他三千档案的确交给了韩方 等于是他也不否认 他已经承认了 其实USB是同一个 寄的单位不一样 但是USB是同一个 里面就是有三千多个档案 包含黄正卫讲的这三千多个档案 包括他剪辑的那个录音档 所以他不要讲说 我只有寄录音档 但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是同一个USB 他复制的给他的 那都是一样的 所以黄正卫去马文军那里听过 黄正卫也亲眼去那里看过了 否则他不会知道 因为他有些东西写在他自己的部落格 那那些东西不可能 马文军说我给你一个你回去查 因为你站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来自于四面八方 很多人传庶名黄河等于有一点点在指引你的文章给我 黄河就是黄正卉 黄正卉 黄正卉是我同班同学 可是我很早就已经把它归类为那个卖台集团里面的一个 黄河就是黄正卉了 黄河就是黄正卉 黄正卉卖台集团 你看他所有的 那所以他跟马文军也被你归类为所谓的卖台集团 那为什么他现在跳出来批马文军 对 那个其实他只是被 他只是等于替马文军所作所为 那个像全体国人讲 对 他做了这件事了 那接着马文军自己也发了一个新闻稿 对不对 你们写的这个 说我们只记了三份 我们没有给海军总部 他没有说 他这里写得很清楚 我有给韩国驻台办事处 如果是这样子 那就我说的是对的了 你把黄正卉庶名黄河归类为跟马文军一样 是迈国集团 那这时候黄正卉又站到你的这个阵线里头去批判 他为什么批判 他过去的习近的好友 他为什么要替 不是替我 其实他对我 出来我们两个已经是对干的了 那他为什么要讲 那个马文军做这些事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他讲的比我 真的比我据细迷 太详细了 连郭文峰 连立委好院的郭文峰 四个寄个这个 那马文军其实现在也 我相信马文军昨天晚上一定没睡好 一定想说 我靠 连黄正卉都被拍活了 因为听说那三千多个档案里面有四大部分 对 还有黄正辉黄河是个大统派 我没讲错吧 对不对 所以他绝对不是民进党贪官的 他现在几乎已经是第二个赖月签了 就是到什么 那个卫视台 凤凰台 深圳卫视 去讲中国解放军多伟大 我们台湾真的很弱 一打就 黄正辉到 如果大家有看那个石板明夫讲的 就讲说这是投降主义 他访问过黄正辉 他说我们现在要赶快去跟中国统一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付出太多的代价 我们只要把中华民国的名字改一下就好了 改成什么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审 他的意思 假如顶多我们就可以 我们现在可以要求说 我们是特别行政区 他的意思 那我们就再也可以 从此以后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你说这种这种论调是不是白痴 你没办法理解说 他们的脑袋里头到底装着豆腐还是豆花 来 黄正辉的言论这个时候出现 如果是个大统派 那到底干嘛 他想传达出什么